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告做完了吗 没有 姐 你在说没有 你看就是她 易朗 黄念 黄念你别跑 别跑 别跑 易朗 放开我 易朗 我才是你妈 你不记得我了 我还是你大爷了 神经病 妈救我呀 妈在这儿 那个女人是狐狸精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她 我们才分开十年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真实故事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和失踪的孩子有关的故事 十年前 张燕玲才四岁的儿子被拐走了 张燕玲一直苦苦寻觅 终于相见了 没想到却物是人非 看着眼前帅气的儿子一声声喊着别的女人叫妈妈 张燕玲是心如刀割呀 因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恰恰就是当年拐走儿子的 还插足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黄燕 就是因为她 我们才分开十年的 我妈才不是狐狸精 是真的 你不信 你看 这是我跟你爸的结婚证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演讲上的胎记还在 没事吧 郁朗 你怎么了 别吓妈妈呀 你是猪啊 谢谢你 剩下的事我自来吧 好吧 郁朗 你出来呀 出来呀 我找你找了十年了 你知道妈妈有多想你吗 你撒谎 因为是你不要我的 谁说的 是不是黄燕那个女人 她是故意的 她是要拆散我们俩骨子 当年她逼你爸离婚 我不愿意 她就把你拐走来报复我 那个女人你不能好死 我叫别反弹 你谁不能好死 你和爸两个自私鬼 你都会谁都不要我 你走不走 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好 你报吧 警察局里面 有以前的丽娅记录 你看了就一定会相信我的 一郎 你是我死约怀她生的呀 我怎么舍得 躲过那个女人 我一定要她坐牢 一郎 你是要敢往找吗 你还是一妹子 一郎 你怎么这样说话的 你以前是很温柔的 对谁都笑咪咪 你以前很喜欢捏我 老行我叫我抱你 难道你都忘了吗 你犯死了 一郎 一郎 一郎一郎 一郎 你开门了 喂 妈 我搞不定她呀 怎么办 一郎你怎么不开门 一郎 你相信我了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只要你不找我妈 我就回去 行 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家 十年了 我十年没听你喊我叫妈了 什么行啊 都破皮了 就你一个人啊 嗯 就我一个人 那你今天你住我家吧 明天我跟你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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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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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她醒了 你没下一个包吗 我把毒草了 妈 妈 她们真醒了 哎呀 不管了就这么正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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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在干嘛 哎呀 嫌你那么疼啊 就给我点钱花呗 一郎 你跟我回去 她是个狐狸鸡 不准这么说 妈 张晏云 当初你不放手 现在呢 别怪我 狼狼可不是我怪的 你不信 你问她 我妈一郎自愿的 你这烂好人最恶心了 原来我 我妈 还有我爸 我们家三土多快了 没有你最好 别跟她说 走 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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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妈妈 我们自己去搬哪住啊 我想去海南 不搬 我们都十年 现在 机会出去买 那女人手机 妈咕咕 给我 喂 叶玲 那是一郎吗 还是找不到是吧 你也别太难过 会找 你找了十年 总会找到的 要是你真想要孩子 我们 再生一个吧 马国辉 你果然还爱着那个女人 你谁 喂 孙孙琳吗 黄艳 用你的手机怎么会占你呢 她呢 女生 你把我儿子带她拿去啊 你想要回儿子可以 但是你必须亲自来见我 妈 我不想去见她 放开 现在是我说了算 走 走 我都说你不用来了 我自己就可以了 可以 你还弄成这样 这一次幸好丢的是钱 但是谁知道 黄艳的疯婆子 下一次会不会杀人啊 这还不都是你惹的祸 你自己照着那面 为什么要抱在我和儿子身上 老老 老老 快叫爸爸 爸 哎 天灵 你看我们儿子都这么高把 少废话 今天约你们出来是交易的 要是交易成了这孩子 你们带回去 交易不成 我们这辈子也不要见了 妈 黄艳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呢 你抢我儿子一走就是十年 你有没有想过这十年燕林是怎么过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我有个好端端的家 我被人骂我是见货也要离婚 我离婚了还被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给骗了 所有人都说我活该 你能明白我当时的感受吗 你破坏人家的家庭 你应该知道 这是不会有好报应的 那他呢 我当初跟他说了 我有家 我有老公 他还不肯放过 他一直用甜言灭语来哄我 还说要娶我 你凭什么 凭什么男人出轨 就叫逢场作戏 女人出轨 就叫水性杨花 那你可以打他 可以告他呀 他是我的儿子 是无辜的 我就是不忍心看着这么好的孩子 叫你这种心肠独辣的人叫妈 你太表怜了 我爸都不喜欢你 你还抱死他干嘛 还把我妈妈肚子里害孩子搞没有了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 我一早就说 马国辉 你还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到底把我想的有多么的下贱 马国辉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谁知道是不是他了 对 你说什么都是 你说什么都是有利 就连当初 我求着 跪着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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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真是身心想爱的你 成全我们好吗 我不想你 我不想你 你让我做你缩毛 全部我都愿意好吗 你滚 不是的 我是一死错手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个孩子 够了 这十年了 我都不想你 我不需要你这些假精英的解释 我今天就是要回来 拿我要的东西 离婚 神经病 你想的没 我就算离婚 也不会娶你 我早就不稀罕了 老娘 你看到了 到今天你爸爸还不愿意付这个责任 是他让我们变成这样 这狗男女 我一想到我身上有你们的血 我就他们把他全放了 我当年做的那样 怎么就惹上黄晏你这个妖魔呢 我是妖魔 当初是谁趁着我老公出差 天天给我送这个送那个 找借口天天要见我 又是谁怂恿我离婚 好让我天天跟你去宾 我怀上 你还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让我打掉他 我好端端的一个家无药 我真心实意的跟着你 难道 难道 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吗 你别伤心了 还我呢 你当初跟你老公不也是真心 谁知道在我后面还有没有一个 你 一老你这是干嘛 这可是你爸呀 一老 放开我 别这样 放开 你们不离婚是不是 放开我 好 我们慢慢去享受你们的报应吧 妈 等等我 放开 不许 我们回家吧 放开 我马一郎自愿的 真烂 我就最恶心了 原来我 我妈 还有我爸 我们一家三福多快了 没有你最好 一郎 谁要敢帮你抓我妈 我就恨谁一辈子 这这狗男女 我一想到我身上有你们的血 我就看他们把全放了 你放开我不要上学了 你放开我不要回去 你再年轻不读手 你说你干嘛呢 放开我 你干嘛 他拿了那么多东西 我搬回来住 好吧你看着艺啦 不用啊 家里只有两个房间 没关系 我睡一客厅就可以了 好 喂 你好 陈老师 什么 艺朗她怎么了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艺朗怎么了 疼 儿子疼疼 疼 这个臭小子 我这是 找你算账去 陈老师 这是 哦 你就是艺朗的妈妈呀 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得不到的东西就去抢啊 好 刘晨阳同学 你把今天的事发经过 向大家再说一遍吧 今天课间 艺朗看见我用新手机 她说她很喜欢 让我送给她 我不肯 她就把我给打了 还把我手机给抢了 你看你 你这是在犯罪啊 你知道吧 你看把我儿子脸打的 被伤成这样了 你才十四岁 你就干这种事 你长大了 不得上岸半火啊 要不到的东西 你就去抢 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那来钱更快 陈老师我不管啊 我今天要报警 艺末 这位家长 多少钱医药费 我们愿意赔 我回去 你给你打死这小子 艺朗 你干嘛抢人家东西啊 我妈叫我的 我自己叫得到东西 你都不自然得到 哦 原来你 就是这样叫孩子呀 这不管孩子 应该报警抓的是你 不是 我儿子说的妈 不是她的亲妈 啊 不是亲妈 那难道你儿子 还有另外一个亲妈啊 那得了 今天不用你儿子道歉了 叫你老婆 跟我儿子道歉 哎 你这话怎么说呢 都说 就是我 就是我 你儿子 有什么错 都是我的问题 你要骂 就骂我吧 是我没看好她 是我都舒服 让她从小就离开了妈妈 所以她现在有什么问题 都是我的责任 是我没叫好她 对不起 妈 妈 你怎么还不回我啊 哎 对了 今天我看到同学们买了 你最想要的她也没贵金啊 哎 没来我都抢到手了 结果 班主任多事儿 班主任多事儿 哎 妈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去啊 我好想你啊 哎 你干嘛偷听啊 有病啊 一朗 你真的那么想她吗 哎呀 废话 她是我妈 那么多年来 你真的那么想她吗 难道你真的没想起过我吗 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教你唱歌 背ABC 不记得 还记得我教你画的心心吗 哎呀都不记得了 阿姨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回去吧 我知道你是我亲生妈妈 可是这么些年 我只认黄晏是我妈妈 就像你对一个陆上人说 你是他妈 谁信啊 那也是 那你那么想她 她一定是对你很好吧 当然了 她从来不逼我 做我不喜欢的事 或不高兴的事 不像你了 大牛时候 她做的事 也不一定对 就像你今天 哎呀不管了 哎呀不管了 你又不是我妈 你给我走 阿姨 你给我走呀 走 你给我出 啊出 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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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呢 叶玲 你别哭啊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黄金算账 不能再委屈你了 都完了 你现在才来学当爸爸 孩子都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 到小时候的记忆已经没有了 我们现在跟她在一起 就好像跟陌生人一样 如果硬要把她跟黄燕分开的话 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呢 可以了 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有血缘关系的是 这一辈子能无法改变的 你在跟你耐心 她一定会介绍你的 但是 如果把她送回那个女人呢 孩子就真的会了 但是 一朗跟我们现在的关系这么恶劣 就好像我们把她拐过来的一样 看来 看来 我们要和她好好谈一谈 喂 方言 你不是想我离婚吗 这样吧 出来我们谈谈 怎么样 离婚协议签了吗 朗朗 出来吧 妈妈 你来接我了 什么意思 我是让你们签离婚协议 对 既然离婚了 孩子总应该有个去处吧 既然朗朗这么喜欢你 我们也尊重朗朗的选择 只是希望你能住在室内 方辈母们经常去看朗朗 你们是不是疯了 她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就这么随便就送给人 你不是别人 对于朗朗来说 你才是她的妈妈 这是我在短期内 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说送 我就得要了 哎 妈妈 我们回家吧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钱 我们可以去海南 我们去 少烦我 我这个破忧 烦了我十年 还不够吧 我要的 就是你的后悔 你们的难过 我要的就是你继续虐你的 张云 你不可能就这样结束 不可能 这肯定是个陷阱 你以为我没感觉吗 我天天看着这个亲生儿子 喊第三者叫妈 我难得不难过吗 正因为我才是她的亲妈 我才担心这些孩子 过得好不好 开不开心 我是舍不得她难过呀 我是舍不得她难过呀 我 不是这样的 我 我花了这么久 我就是要让你张云宁 你跪着求着我要为这个孩子 妈 妈 走开 我儿子早就死了 你不说 回到你亲儿子吗 你最疼我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用了整整十年的青春 为什么 我一点抱负的快感都没有 妈 妈 你不要不开心 我可以哄你啊 想让他们离婚是吧 好 走开 乐乐 妈 你不说爱心家不做手段得到吗 你不快离啊 乐乐 你放下刀 危险 我一直都是教坏你的 不可能 我妈对我最好啊 她不可能骗我的 我一直是教坏你 我是怪你的 我教你打架 我教你逃课 我不是为了真的让你开心自由 我只是想 让他们最心爱的儿子 变成个混蛋 让他们后悔一辈子 你在我心目中 只是一个棋子 狼啊 听到没有 只有张彦霖 才有资格做你妈 你给我不要过来 你把她放下 把她放下 蓝蓝 我要伤害你爸爸 你愿意的话 我放下刀 我们回家好吗 不要再相信她的话 你给我闭嘴 如果没有你 我就不会有两个妈妈 我要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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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疯了 那他错 又死你爸 他再怎么样 也弄不到你把刀对着他 你们这队大人 做什么都是对的 而我 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生下来就是错的 我恨死你们了 你们爱谁不爱谁 帮我什么事啊 为什么我要有两个妈妈 你要我学 我谁都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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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学 这件事情 都是我的错 孩子声泪俱下的哭诉与指责 深深的击中了为人父母的三个人 无论是张燕玲 马国辉 还是黄燕 当初因为彼此之间的感情纠葛 把孩子牵扯进来 甚至还以孩子为筹码相互攻击 最终结果呢 受伤最重的当然就是最无辜的孩子 在这种种攻击伤害与算计中长大的孩子 你让他将来如何再相信别人 再相信爱呢 如今三个人真确的意识到 当年是多么的不应该 正努力着以最好的方式 为孩子修复心灵的创伤 创造美好的未来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真实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一些行为可能已与乐为持 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法治盲点 全是百姓行为中的人情物虚 真实故事全新升级 广东本土第一档法治栏目剧 TVS1真实故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